稍早為您報導 在台南發生襲警案件 最近的接任機畫面曝光了 就在我們旁邊 有這個藍色衣服男子穿著藍白拖鞋 手拿兩把菜刀 而且腳步搖搖晃晃 一路朝著遠景逼近 而遠景立刻舉槍要他把刀給放下 但男子完全不理會 就是要朝遠景的方向 好像是要來刺殺他 警方立刻開槍嚇阻 而現在這個持刀襲警的男子 他曾經在姐夫家跟朋友喝酒 他的姐夫就說他的小舅子真的很麻煩 每次喝酒人就不正常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日本飯 我在睡覺 所以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啦 就是他們酒喝要跑出去 你也都不知道 對 他怎麼常來這裡喝酒 他會找我開槍 他會找你開槍 對 現在最近有什麼怪怪是怎樣 好 我們持續來追蹤是台南的殺兩警命案 其中死者的姐姐圖明成的二姐 昨天就痛批法務部長跟蔣任署長 只會講官場文章 都輕輕帶過 今天上午法務部長蔡清祥 就親上火線說明之後 在剛才也抵達了台南勢力殯儀館 慰問兩名殉職的圓警家屬 我們稍後會有更完整且詳細的報導 持續來掌握是在台中大理的一間民宅 闖進了一隻蝙蝠 這小蝙蝠在家裡狂竄亂飛 民眾看到嚇死了 打1999 希望他們出動升波 把這個蝙蝠給引出去 最後也沒辦法 請出里長來幫忙 眾人費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終於把這小蝙蝠給請出去 不過過程中 居然把冷氣機都拆了 冷氣拆掉好了 一群大男人在冷氣機前 左探右探 要想辦法把小蝙蝠救出來 要不要把小蝙蝠救出來嗎 拿著鐵絲在細縫中 腳來腳去就是弄不出來 該換扇子還是不行 最後乾脆把機台整個拆掉 濾網室內機分層拆卸 終於看到小蝙蝠的身影 很小的 很小的 我幫我處理 小蝙蝠闖進大理這間民宅 在裡頭亂飛亂竄 跑不出去 民眾沒辦法只能找人求救 居然1999說叫他用什麼 1999還用什麼 聲波 聲波 我問你聲波在哪裡 身長不超過10公分的小蝙蝠受困 費了一番周折 才必救出 雖說古人認為蝙蝠入宅 代表福氣進家門 但突如其來的動物訪客 還是讓住戶嚇了好大一跳 就中部綜合報導 天氣很炎熱 很多車主都會在擋風玻璃 放這個遮陽的防曬板 但是有網友在臉書有貼文說 在國道上啊 經濟有這個修理車在行駛的過程中 他的前擋風玻璃的這個遮陽板呢 讓網友嚇到想說 請問你這樣怎麼開車啊 你完全都把這個前面給遮住了耶 很多人紛紛留言說 是不是看行車記錄器在開車啊 還是是開啟自動輔助駕駛呢 有人說應該是靠觀落音啊 自己來開車 到底這樣子應該太危險了吧 應該是違反交通法規了吧 請大家千萬不要學啊 好 繼續我們就要來掌握的是 去年這個疫苗爆發期間呢 就有這個發生有這個好心肝診所啦 還有核心的這個醫療的集團 有特權幫民眾打疫苗的案件 警方就認為說這個好心肝診所呢 這個相關的犯案人是無犯罪嫌疑而牽結 但是卻查出了一個案外案囉 他們認定了核心集團的營運長林斯宏 明明知道旗下的兩間診所施打對象中 有65個人不是優先施打的對象 他們不是醫事人員 他明知道還幫忙施打 而這裡頭呢剛好說六十幾位嘛 有42名是高紮瑜前男朋友 也就是林秉書 安插的親友團 因為他當時呢 林秉書是假冒自己是國安人員 說自己是國安人員 可以拿到疫苗 自身國安人員呢 然後他說當時的這個女朋友 又是核心的護士 所以呢我可以優先把疫苗給你們 但有條件 有42名的我的親友 你必須要讓他們優先施打 後來呢透過這個女朋友的牽線 然後聯絡到了這個行銷部的這個經理 那麼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取得了疫苗的優先權幫忙施打 而這42名的親友 根本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但是他們的身份 卻是以第一類的醫事人員的身份 製作在名冊上頭 還上傳到 全國性的這個預防的接種名單當中的 這個系統裡頭 檢方認為這個部分是涉及衛造文書 所以呢在今天將林思宏給起訴 那麼對此呢 許巧欣認為說 檢方應該要重新針對林秉書 是否是國安的人員的身份 進行炸賣 仲介疫苗施打重新調查 如果不法所得應該要全數追回 那麼也表示說這42個人 如同那個先前爆料的 一計收6萬到10萬塊的話 等於是狂賺了252到420萬 難怪這麼有錢了 這個是今天的最新消息 提供給您做參考了 那麼現在陳仁中被質疑 這個疫苗採購的問題 前立委林育芳就說 這個疫苗採購呢 到底有什麼秘密啊 又不是造什麼核子彈 一切的所謂 到底是不是為了要幫高端來掩飾呢 我們持續來聽 疫苗的問題 我告訴你只要涉及到錢 人民就有權利知道真相 對 你告訴我說 因為你不能公布價格 你公布價格就破壞了保密的協定 你跟誰的保密 你跟廠商 好 那你可不可以讓我看一下 你跟廠商簽的時候 對方在合約上有沒有講 對說不准公布價格 你就秀那個合約給我看就好了 對啊 你也不敢 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是 你看現在慢慢很多消息都出來 最先說世界各國都沒有公布價格 人家慢慢出來了 EG多少在美國 人家報紙都動 美國報紙都登了 十塊美金 BNT十九塊五毛 對 莫德納十五塊 對 歐盟的有的買的甚至更便宜 對 那人家都會公布 你告訴我這是核子彈的秘密嗎 這是告訴你怎麼造核子彈秘密嗎 哪有什麼秘密 你拿出一封信出來給我看 你現在去要求 莫德納跟BNT說 我們現在台灣要求 在一黨要求 社會大眾要求公布價格 可不可以 他敢不敢寫這樣一封信去 然後我們來看BNT莫德納會怎麼回答 這個是騙人 也不要騙到這個程度 一切的作為 就是為了替高端做煙蓋嘛 因為高端的疫苗價格一定出來 會嚇死很多人 所以他只好給一個平均數 平均起來就這樣 七百多塊錢 對 七百六十五元 對 你有沒有告訴我 還是貴 還是比其他國家買的都貴 那我告訴你 他貴 他已經利用別人的價錢 把可能 可能把高端價錢給拉下來 我知道拉低平均了 如果單獨把高端價錢拿出來公布 你怎麼知道沒有九百塊 你怎麼知道沒有一千塊 我們來關注的是這個體壇的消息 我國的羽球異哥周天成 在今天東京羽球世錦賽 南丹八強賽 遇到了世界排名第七名的 印尼強敵喬納坦 周天成在決賽第三局 神奇逆轉 地造個人跟台灣本土選手的最佳成績 雙方一平之後 在三局比賽一路拉鋸 而決賽呢 則是周天成 硬是化解的對手的五個賽末點 還在關鍵的時刻 靠著殺球連續得分 最後逆轉勝出 生涯第一次闖進到市井賽的四強賽 不僅是個人市井賽最佳成績 可以保證獎牌落袋之外 也是台灣本土男子選手史上的最好成績 我們稍後會有更完整且詳細的報導 天王郭富城跟小22歲的網紅方圓 結婚4年多 生下兩個可愛女兒 但是其實方圓真的很倒楣 風扑不斷 之前被說有加入天王掃訓戀營 後來又被說是生活很無聊的貴婦 網友直擊 郭富城夫妻到畫廊買畫 但是方圓沒有融入話題 在旁邊滑手機引發討論 有人說他不參與才是對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在旁邊 開始在自拍 是要自己買了多貴的名畫 都有品味 他沒有被虛榮心衝昏頭 這也是今天的娛樂消息 同樣跟娛樂相關 是S2O的台灣潑水的這個音樂季 有請來韓國的女團隊長擔任嘉賓 但是睽違五年說好要來台 現在無法演出讓粉絲們覺得很可惜 原因是因為主辦方有被妥資料 會否有同意 可是文化部好像卡關了 說這主辦方太晚申請了 所送的資料有許多缺漏 雙方目前各持起見 韓星CL明天要在台灣開唱 指揮中心有說還沒有收到這專案申請 我想我們指揮中心到現在都沒有 明天後天就要演出了 到現在都沒有收到這個防疫的計畫 所以據我所知是不會不會來台 你剛剛所說的這些所國外的藝人 是不會來台 那 我們有跟文化部也收到他們的這些 一些報告 文化部的說法是說這個 他們到了 昨天吧 昨天還是 24號晚上 才收到這個報告 甚至收到這個防疫計畫 但是防疫計畫本身 這個問題非常的多 也沒有這個作業的時間再去做更動 所以就沒有再送到我們指揮中心來 所以這個部分 外國藝人的部分應該是不會來台 如果沒有在煮飯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過這款 海皇XO干貝帳的朋友 您一定會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會多讓人回味無窮 現在購買記得快點購 輸入我的折扣碼 CTI-71G就可以買到非常優惠的價格了